皮形入全舌 装入机关 胃与腹腔上部 隔膜之下 与胃隐膜相连 但中医所讲的皮是一个系统 由胃 肉 唇 口等共同组成 皮主运化 生青 和通涉血液 开窍与口 起化再醇 再至维丝 再液为咸 主肌肉和四肢 素问中皮胃被合成为苍栗之冠 虽然食物在胃和小肠中消化和吸收 但必须依赖皮的韵化功能 转化为精微物质 并通过皮的传输和散精功能 才能把水骨精微散布出去 使得其他集体组织得到营养 皮还将水骨精微中多余的水分 及时地传输到肺和肾 通过肺肾的气化功能 转化为汗 尿 排出体外 所以脾胃人体的后天之本 气血生化之远 一 情绪与脾胃疾病的对应关系 中医认为 私则气解 思虑过度容易脾虚 死发于脾而成于心 故思虑过度不但耗伤心神 也会影响脾气 伤心脾就会安耗阴血 心身施养则心计健忘 失眠多梦 气急欲结组织 脾则运化无力 为得收纳腐疏失职 便会出现纳呆 万夫胀满 便糖等症 思则气解 当人肆虑过度时 脾胃的孕化就会不好 就容易引起气解 导致万夫胀满 进而出现气血不足 四肢法力的症状 甚至形成气欲 并可能会进一步发展为 血瘀 痰瘀 过思伤及脾胃 脾使肩孕则气疾解 还会导致睡眠不佳 日久则气节不畅 百病随之而起 脾胃苍令之观 勿未出演 苍令 仓库转储加工 主接受 容纳 主桶穴 主运化 主施 思伤品 主免疫 主接受 接受五味 脊 酸 甜 苦 辣 咸 各种人 各种事物 定位是不能接纳 不愿接纳 但还得接纳的心理 或者想接纳 但得不到的心理 主桶穴 脾胃 脾有根据需要定向定位定量供应穴的能力 但定位不明确 犹豫不决 思虑过度影响脾 捅穴功能 也影响孕化功能 主施 主施 事物艰难 难以转变心理影响脾功能 思伤脾 犹豫 犹豫不决 反复琢磨 惦念忧虑 疑虑 担心等情绪伤脾 如免疫 脾朱免疫 定位是斗争不过 无奈自卑 消极情绪等影响免疫功能 思虑过度会导致神经系统功能失调 消化液分泌减少 使人出现食欲不振 纳呆食少 形容憔悴 气短 神痹乏力 郁闷郁节等症状 思虑过度不但伤痞 还会引起肠胃的神经关能症 消化不良症 甚至引起胃溃疡 脾虚为瘦者 因消化功能和吸收能力弱化 食物不能转化成经微就排出体外 也就是吃的东西不消化不吸收 脾虚为胖者 脾失去孕化作用 食物被吸收却没有被合理的分配 产生湿气堆积 伴随着社会的进步 人们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 饮食也日趋丰富 已经没有了饮食匮乏的现象 但是消化系统的疾病却并没有消失 反而更加五花八门 现在的人吃得多了消化不了 吃得频繁了也消化不了 吃过冷过热过硬或者过于油腻 辛辣咸的东西都消化不了 吃了有毒有害的东西更是难以消化 人吃紧肚子里的东西 消化了就会转变成营养 消化不了在体内不能及时排出体外 就会形成疾病 为什么人的生活越来越好 还是会有这么多的消化系统疾病呢 对此医生常会归结为 病人本身的脾胃问题 消化不了自己所吃的东西 从客观上来看 我们的饮食习惯确实和脾胃健康有直接关系 但是从主观精神层面来看 脾胃问题的重要来源还是人的思想 消化是所有系统运行的关键程序 比如人体需要通过消化饮食来维持生长和发育 人的内在精神 必须通过消化外来的一切信息 来获得能量和支持 工厂需要通过消化原材料 资金能源 来制造产品和发展壮大 国家需要通过消化外来文化 技术思想等来强大自己 这一切都是消化能力的问题 当消化不了时 就会出现疾病等问题 脾胃是人体消化系统的主要器官 当人的思想有消化不了的情绪时 反映在身体上就会出现消化不了的问题 在我所处理的消化疾病个案中 大多数疗愈者都能够在我的启发和引导下 清晰地回忆起自己思想上消化不了 不能接纳不能接纳不能包容的事情 经历和体验 比如当人在工作或生活中 遇到了接受不了的事情时 就容易会出现胃亏痒等疾病 如果这时仅仅从表象出发治疗 很可能无法从根本上消除病人的痛苦 也难以杜绝以后再复发的可能 从咨询个案中 观测到人的情绪与脾的关系 脾胃而瘦的人大都有恐惧焦虑的情绪 脾胃而胖的人 大都有着保护自己和怨怒亲人的情绪 这些情绪大都来自于幼年时期的经历 这一时期的人的意识还没有完全形成 所以经常处于潜意识状态 也正是因为这样 自己最亲近的人 比如最疼爱自己的父母亲人和老师等 所展现的言语和行为 很容易会在孩子心灵中形成种子 这些种子如不能得到及时的纠正 就可能影响孩子的一生 为人父母者 应当认识到自身行为的重要性与责任性 懂得孩子是自己的孩子 父母的思想言行会严重影响到孩子 每当看到一些孩子或者成年人过于销售 我都会问对方或者孩子的父母 小的时候家里谁在吃饭的时候 总是催促让孩子多吃点 几乎所有人都会说 是自己的父母或者自己的爷爷奶奶 姥姥姥爷等 家长都希望孩子多吃些长胖些 或者看到孩子销售让孩子多吃 但是从没有关注过 孩子被父母或长辈 催促着强制性的多吃 反而造成孩子不愿意接受 不能接纳的情绪 而这样的情绪 又会破坏胃的正常功能 影响消化吸收 最终吃不消也长不胖 大多过于苗条的人都比较能吃 这是因为有着不能接受的情绪 部分食物没有被完全消化 所以造成多吃也不长胖的现象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肿瘤分子生物学实验室主任 吕尤勇教授研究表明 近五年来 19到35岁的青年人 胃癌发病率比30年前翻了一番 这一发现不能不令人感到震惊 过去生活水平低的时候 胃癌的发生部位以幽门部为主 现代生活水平改善后 发病部位以奔门部为主 部分情绪与脾胃病症的对应关系 归纳如下 第一 对社会人生 世界 现实 同事 朋友 某些人 某些事 某些行为的不能接受 不容纳 不服气 不需要 接受不了 不敢反对等情绪 第二 小时候在家庭关系 或者学校关系中 受到惊吓 冤枉 恐惧 委屈 被指责 不被理解 而产生的不能容纳 无奈压抑等情绪 第三 在人事物处理的过程中 有不能接纳 听不尽不同观点 意见 建议等形式的自卑 怨恨 烦躁 委屈 害怕等情绪 好 非常感谢您的聆听 我们下次再见 乳腺及胃部问题 按理分享 在刚刚结束的 新转病一课程中 包老师高维度解析了 什么是病 怎样看待疾病 还教会了我们 如何调理颈椎 腰椎 乳腺 胃 心脏 头部等问题 我收获很大 人有两套系统 思想和身体 思想影响着外在的一切 也包括影响着我们身体的各种状况 不同的情质对应不同的器官 情绪引起身体的气血发生改变 导致相应气脉的变化 引导人的能量 堵在气刀的某个位置上 不痛则痛 于是某些器官就会呈现出 这样或那样的状况 可见情绪对人的影响很大 包老师总结了几十种疾病症状 与心理的对应关系 且十分精准 比如课程的第三天下午 大家节对做乳腺条理练习的时候 王朝阳依次在按援 我手臂对应的七道余毒点时 分别出现了疼 胀 酸 揪等感觉 尤其当他就揪的感觉提问 对应的心理关键词时 我马上就联想到 自己在单位里面遇到一些超出自己预计的事情 还联想到 最近有一次因为找不到孩子 心里很是担心 害怕把孩子弄丢了 当我释放了过往的这些情绪 并接受了真相的引导之后 他再去触摸这些点的时候 各种疼 酸 胀 胶 胶的感觉 都神奇地消失了 非常感谢王朝阳 他如此温柔 如此体贴 细心地一点点沿着七道寻找我的七道堵塞点 帮我释放掉了多年前的一个委屈情绪 这个委屈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诉说过 我以为很多事情已经放下了 却忘记了 走过就会留下痕迹的道理 当初的情绪 已然在我的肩膀和手臂部位形成了细胞记忆 只有彻底地释放掉负面细胞记忆 疾病才会有所改善 课程的第四天 我有幸得到机会让包老师帮我调理胃部 我先描述了一下之前胃病的情况 2004年我陷入极度的抑郁之中 加之吃了一些生冷食物 我的胃部出现了严重的反酸胃胀的情况 我几乎吃不下东西 排便也很艰难 看了很多西医和中医 吃了很多药物后才慢慢好转 但是自此之后我就不能再喝冷饮了 天转凉的时候 我的胃部就经常会发胀不适 简单地说 我的胃部不舒服已经有12年之久了 包老师说胃部有症状 代表我有不能接受不能接纳的情绪 包老师先在我丹田处开启了气道 又开启了我胃部能量的气道 接着在我后背对应的地方找到了痛点 并揉开了痛点 最后在我头部找到了对应的预读点 并加以疏通 包老师边揉我头部反射点 边问我最近有什么生气的事 我记起了最近对孩子生气的事情 包老师问我不能接纳别人什么 我回答说 当别人说我不对的时候 我就会特别的生气 包老师说我其实是一个特别要面子的人 当天上午做完胃部调理后 我就觉得胃部非常舒服 餐后也没有负账的感觉 整个胃里犹如有个小太阳一样 游里往外不断地散发着热量 很温暖也很舒服 课程结束后回家的第二天 我和女儿一起外出 我无意识地吃了孩子的冰激凌 孩子惊喜地说 妈妈你不是不能吃冷的东西吗 我这才发觉我居然能吃冰激凌了 我惊喜地发现 当我接纳一切的时候 胃也接纳了一切食物 我忍不住与家人在微信群中做了分享 欢呼自己从此过上了吃麻麻香的日子 从我的经历中我觉悟到 病其实并不可怕 当人接受疾病 不再和疾病对抗 感恩疾病的存在 与疾病和谐相处时 人就能远离疾病 多一些健康 这就是疾病对个体的价值 通过疾病反观自己 提升自己 我感恩我未病的发生 让我看到我需要接纳外在的一切 外在没有好与坏 一切的人和事 都是来让我们看到自己的不足 外在的一切发生 都是上天赐予的恩典 当我离开课堂回到生活中 看别人和看自己都多了几分理解 对更多的事情说是 我看世界的眼光变温柔了 我在看我的孩子 感觉他怎么都好 婆婆提什么要求都能愉快地接受 看老公觉得他也没有当初那么让我生气了 课程结束是另外一段修行的开始 离开高能量的课堂后 在生活中需要我每时每刻的觉察与历练 用积极的意识引领潜意识 打破旧的认真模式 学会爱自己 接纳自己 接纳一切 带着课堂的学习和体验回到生活中 我用我所学的方法来帮助别人 这两天我用包老师教的方法 调理妈妈的颈椎 通过两次疏通痛点周围的祈祷 我妈妈肩膀附近的疼痛已经有所缓解 接下去还要调理她的腰椎 胃部和巴了血 我相信只要加以十日 经过不断实践 我的手法一定会越来越熟练 我妈妈的健康状况一定会有所改善 回来后 我每天晚上都会在孩子身上 使用学习过的方法 效果都很好 感恩所有家人的帮助 让我的身体得以恢复 我要用课堂所学的东西 回馈生命中需要帮助的人们 让更多的人少些疼痛 多些觉悟 远离恐惧 更加健康喜悦的生活 于圆圆 2016年10月9日 非常感谢您的聆听 第三章已经为您播读完毕 接下来会为您播读第四章 情绪与肺 肾 胆 疾病的对应关系和疏导 喜欢的朋友可以订阅加关注 好 我们下次再见 背优伤肺 肺 肺主一身之气和呼吸之气 前者是指 一身之气都归属于肺 后者是指 肺的呼吸功能可实现体内外的气体交换 人的生命在呼吸之间 一呼一吸的节律运动 调节着气的升降和出入 所以肺主气 是指通过肺的呼吸 实现气的生成和代谢 同时肺的呼吸本身及其节律 对全身气的升降出入运动 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 肺的主要生理功能有 主气 私呼吸 主宣发和速降 通调水道 朝百脉 主治节 因此在气之外 肺还辅助心脏 推动和调节着血液的运行 通过肺气的宣发和速降 治理和调节着今夜的输布 运行和排泄 所谓宣发 即宣布和发散 也就是肺气向上的升宣 和向外周的布散 肺主宣发的生理作用 主要体现于三个方面 一是通过肺的气化 排出体内的浊气 二是将脾所传输之肺的 金叶和水谷精微 不散至全身 外达皮毛 三是宣发胃气 调节奏理之开合 将代谢后的金叶 化为汗液 排出体外 故又称肺为水之上远 肺主行水 肺者向腹之官 智杰出眼 非主气也就是呼吸 主保护 主皮毛 悲忧伤肺 相腹之官也是一个官称 苏问中把五脏比喻为中央官员 把六腹比喻为地方官员 六腹就好比都是干活的官员 是基层的干部 做很细致的工作 而中央官员则起到一个权衡治理 捅射大局的作用 如果人的身体没有这种捅射作用 就会垮掉 五脏中最贵的是心 它是君主之官 它的下一级就是肺 肺是相腹之官 相即宰相 腹即辅佐 在人体当中 心虽然是最高位 但是从人体解剖方面来讲 肺比心的位置高 所以肺可以辅佐君主 相当于刘伯温 诸葛亮这样的人物 肺主管智杰出眼 人的正常之气的关键 就表现在结上 人体有结 天地之间也有结 天地之结就是24结气 天地之气正常 24结气就正常 天地之气不正常 24结气就会出现问题 人的肺气是否正常 也要通过结来表现 比如有些人到了某个结气的时候 关节就会出现疼痛 这是不正常的气导致的 不正常的气导致结的关键点 出现问题 造成疼痛的像 那么人产生什么样的情绪波动 容易导致肺病呢 中医讲究悲伤肺 悲则气消 人在现实生活中 所产生的与保护 辅佐 扶持支持 关心帮助管理等 有关的正方两方面的过重心情 如忧虑 悲伤 好坏难分辨的心理等 都容易对肺产生影响 中医认为肺主破 悲优伤肺 其实伤的是破 当破受到伤害时 人的精神就会恍惚而不能自主 红楼梦中的林黛玉的病 就是由此而生 几人篱下的她 本来就对未来和前途过度忧思 唯唯诺诺而常感自卑 敏感多疑 却由于宝玉两情相悦 期望得到老太太的成全 她无意中听到丫头们说 宝玉定亲了 当即便头晕目眩 脸色苍白 一病不起 太医治疗也没有效果 反而是一日比一日重 一天当她在昏睡中听到丫头们说 宝玉没定亲 老太太心里已经有人了 这个人就在园中住着 她认为就是自己 心神立刻清爽了许多 并也渐渐好了起来 可当她最终得知 贾宝玉要和薛宝钗成亲时 更加悲伤 最终喀喜而亡 清高自傲的林黛玉 虽然貌美如花 且兼有旷世诗才 又惹人恋爱 却最终允命于肺病 这根源于她对前途命运 没有把握 而终日郁郁寡欢 以泪洗面的精神状态 当人因对前途命运不能把握 而产生担忧、伤感 无可奈何的情绪时 就会影响人体肺部的健康 通常人在非常悲伤时 会出现呼吸频率过快 干咳、气短、按牙等症状 疏导情绪不仅是解决身体健康问题 更在于思想金箍在情绪中 情绪就会作用并影响着思想与认知 导致行为和结果 所以改变内在的情绪 来疗于肺部疾病的方法 有着极其深远的意义 只要能够正确认识 并合理利用情绪对人体健康的影响 就能够通过对患者情绪的条理 来调节其身体 达到心转病疑的效果 非常感谢您的聆听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